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資春奉告》 今集我們邀請到民政總署的代表 王家豪先生上來節目 王先生 你好 你好 民政總署針對即將來的風雨季節 特別制定了一系列與食品安全相關的防災善後教材 最初為何有這種構思 澳門作為沿岸城市 當遭受颱風迫近帶來狂風暴雨時 各種基建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 一旦食水和食品受到水震或停電等影響而變質時 假如市民不慎進食便有機會發生食物中毒 危害居民的安全和健康 為了應對剛才所說的食安及衛生風險 本署必須持續向食品業界及公眾作宣傳 完善自主食安衛生管理及提升防災避險意識 可否介紹教材的重點內容 食品安全中心參考了國際上多個地區及救援組織 所發出的災害應變指南 綜合本老現有的法律法規 食安衛生指引及去年風災的善後經驗 重點提出食水及食品安全 個人及環境衛生 清理善後及消毒等範疇的應對措施 編定了圖民並謀的防災善後食水及食品安全搜冊 教育公眾如何在災害發生後有效保障個人安全和健康 防範食原性疾病在社區的爆發 當中重點的內容包括有食水安全篇、食品安全篇及預防傳染病篇等 另外,本署將當中搜查重點緝錄成簡明額要的宣傳單章 防災善後食水及食品安全指南 令公眾更變折禁閱讀並知識防災避險要點 請問有甚麼途徑可以獲取有關防災善後食水及食品安全的詳情? 為了讓公眾更好地掌握防災減災工作中的食安要點 由年初起,本署增設了防災、教育、食水及食品安全專題行上講座 陸續向中小學、社區中心、長者服務單位及社服團體等提供港階教育 希望持之以恆地推動到社會各界 從提升防災避險意識達到防範災後爆發食安事故 另外,亦都製作了三段教育短片 多方位地灌輸避險應變常識 更好地應對災後復原階段的生活 將損失減到最低 剛剛提及的手冊 防災善後食水及食品安全指南及教育短片 已上載到食安資訊網 稍後亦都會陸續上載至本署YouTube頻道、微信公眾號 以及派員就訪相互方式作宣度 如果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食安專線 2833-8181查詢 謝謝王先生的介紹 謝謝 節目時間到,再會